立法院上午行使 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的同意权投票 尽管蓝营以部分大法官被提名人 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政跟国歌拒绝投票 不过最后立委是以72票同意 3票不同意 通过由台大教授许宗丽担任司法院院长 并且以83票同意 2票不同意 通过由最高法院法官蔡久敦担任副院长 由于绿营占人数优势 下午大法官的人选预料 也会在民进党的力挺之下顺利过关